这是一名苏联特工 由于身体各方面都非常完整 将军找到专业人员 将他改变成一个要被贩卖的奴隶 身上没有瘀伤 没有老简 就要用高蒙酸胛填充 牙齿白净 就吃一些特殊药物 腐蚀牙齿 这名特工经过一周的严酷训练 不认识他的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特工 而他的任务就是潜入巴基斯坦的博德埃波药塞 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在这之前 这名叫尤里的特工 因执行任务事发的错误 被革职复权在家 他有时没事就会带着几个孩子 偷取别人家果园的苹果 就在他被果园主逮到的时候 一个叫乌拉蒂米罗维奇的将军找到了他 尤里这才没有被警察带走 在这之前 一支苏军车队正在执行侦查任务 前方一个遍体鳞伤的战俘被绑在路障上 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 肚子被当地武装剖开 就在士兵靠近的时候 身后的指挥官叫住了他们 指挥官小心翼翼地检查了路障 果然发现了武装分子布置的鬼雷 鬼雷被解除后 俘虏也被带回基地医治 俘虏被杀死的照片送到了元帅的手上 波德埃波药塞里有美国军方的人 正在训练那些圣战者 这对以后的局势非常不利 乌拉蒂米罗维奇将军建议从地面发起攻击 彻底消灭那里的武装组织 要想执行这个秘密行动 还需要大量的证据 于是将军就找到了侦察兵出身的尤里 之所以将军坚持要执行这个任务 其原因他的儿子也在那片区域失踪了 尤里的妻子知道他的丈夫 执行的这次任务非常危险 于是躺在地上 阻止尤里离开 最终在尤里的劝说下 妻子只能同意 很快尤里被带到了阿富汗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尤里经过一周的训练 看起来更像一个奴隶 此次行动 他的主人向导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当地人 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了边境 这里的每个人几乎一人一把枪 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差错 尤里假装让奥尔夫找了几个买奴隶的当地人 他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把自己卖掉 而是以此为掩护 慢慢地靠近那座叫博德爱波的要塞 在靠近要塞的同时 尤里用照相机拍下了要塞外围的照片 他又假装剪拆活 从而靠近正在被美军训练的武装人员 尤里拍下证据之后 却被武装分子发现 他急忙将相机放在粪坑里 武装分子对尤里拳打脚踢 最终也没有从他们身上 搜到任何东西 幸亏奥尔夫是当地人 并且尤里还是他的奴隶 否则尤里这次必死无疑 为了拿到相机 他们找到了负责掏分的人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之后 以5000美元同意带着尤里去拿相机 当尤里拿到相机之后 阿米尔拿走了相机 撑拿到钱 他就会将相机还给尤里 阿米尔尝到了甜头 结果他又从要塞里拿到了许多军牌 想再换取更多的钱 尤里无意间发现了将军儿子的军牌 第二天 奥尔夫找到尤里 要他赶快离开 但计划有变 尤里告诉奥尔夫 他要潜入要塞 并让奥尔夫为他买到一颗手雷 夜晚就在所有人嘲舍的时候 尤里偷偷解开脚链 并拿到奥尔夫为他准备好的手雷 他潜入到毛坑旁边 将做好的鬼雷放到了毛测下面 当一个武装分子 去毛测方便的时候 那颗手雷突然爆炸 毛测被炸 于是尤里有了机会去修缮毛测 尤里来到毛测之后 里面的状况可想而知 他不嫌脏乱 没有水 他只能用稻草打理毛测 无意间他看到了一个苏军俘虏 并且还看到了将军的儿子 这也是一名武装分子 发现了尤里的异常 将军儿子趁机与尤里打了起来 这才消除了那名士兵的怀疑 但武装分子头目 并没有想放过尤里 阿米尔见状用戒指 贿赂了这个头目 尤里这才夺过一劫 奥尔夫买手雷的事 被人告发 正当他拿着胶卷 离开这里的时候 却被武装分子发现 这些人从他背包里找到了胶卷 上来就是一阵毒打 这时的尤里又一次解开了脚链 赶到了这里 他趁机夺下武装分子的武器 不一会儿功夫 就将他们全部打晕 尤里将第二个胶卷 移并给了奥尔夫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将胶卷 交给他的上级 但奥尔夫逃跑的路上并不顺利 他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追击 就在他被逮捕的时候 一伙俄军突然出现 与他们交起了火 奥尔夫在生命 最后一刻将胶卷交给了长官 将军拿到了情报 当他发现 照片上有自己儿子还活着的消息时 他激动不已 随即又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情况 但上级并没有立即让将军展开救援 而是让他回莫斯科汇报详细情况 另一边的尤里也被武装分子逮捕 他遭到了飞人的毒打 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最后武装分子将他扔到了战俘牢里 将军回到莫斯科之后 并没有得到批准营救行动 因为那些战俘已经被苏联官方宣传阵亡或失踪 如果消息传出去或者将他们营救回来 这无疑是打了那些高层的脸 所以苏联官方并没有救他们的打算 气急败坏的将军此时不知道该去何处 最终他找到了尤里的妻子家 告诉他的妻子 尤里还活着 门外一直有一个男人在对尤里的妻子图谋不轨 愤怒的将军正无处发火 于是教训了这个男人一顿 并警告他不准再骚扰尤里的妻子 另一边的尤里告诉俘虏们是来接他们回家的 但当他们知道只有尤里一人时 却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更别说阻止越狱的事了 但尤里并没有放弃 他是一个坚毅的男人 于是他与将军的儿子商议暴乱的事宜 可以分兵三步 一路偷取武器 一路负责突破 另一路负责控制弹药库 有了计划之后 尤里开始观察周围的防御情况 并趁机策反一个基地组织人员 这名人员原来其实是也是他们的战友 他被俘虏之后便投降了武装分子 尤里承诺只要跟他们一起越狱 回去之后就会得到一位勋章 并获得特赦 尤里被带到了美国人的办公室 他之前投诚的是 显然这名军官并不相信 况且还掌握了尤里的所有情报 还有他妻子的 因美军军官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尤里谎称自己有苏联将军们的丑闻 如果这些被爆出来 美军军官就有升官的机会 但尤里有条件 那就是外加十万美元 还有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再让自己给妻子打个电话 结果美军军官为了升官相信了尤里 然而这也在尤里的掌控之中 他就是想通过与妻子的通话 将计划报告给将军 苏军官方监听了他们之间的通话 正当他们疑惑尤里为什么不使用密码 为什么喊得妻子的名字却是坦尼亚 还有乌龟减肥猪类的话 将军思考片刻之后 他这才发现尤里使用的是旧密码 回到家的将军 找到那本童话故事书籍 他从里面准确地找到了情报 尤里准备在今天晚上 十一点实施行动 但上级给将军的消息 依然是没有命令 要塞内的尤里告诉战友们 他们会在夜里十一点开始行动 那时的武装分子都在祷告 并且还有特种兵会来接应他们 尤里和将军的儿子 先去见了美军军官 趁军官不注意的时候 尤里打晕了他 剩余人员根据计划逃出了监牢 正当他们实施计划的时候 祷告的武装分子发现了他们 那名被策罚的队友 从身后将武装分子射杀 一场战斗就此开始 一边的将军已经感到绝望 于是他只能输死一搏 私自乘坐飞机离开莫斯科 去拯救那些俘虏 而赶来的参谋长 最终也默许了他的行动 要塞内的激战依然激烈进行 这些曾经的陆战队员 各个勇猛 而尤里为了让美军不参与战斗 他浑身挂满了手雷 迫使美军离开了要塞 因为他们不想因此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武装分子看到美军撤离后 他们也只能退出要塞 这次12个人就这样占领了要塞 这也是他们被俘虏之后 第一次这样欢呼胜利 雷达战被占领后 一名通讯人员向基地呼叫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尤里知道那些武装分子 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他让所有人建立防御攻势 武器库内的装备非常齐全 就差没有原子弹了 另一边的武装分子又集结了兵力 开始围攻要塞 当探照灯亮起的时候 武装分子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狙击手更是一枪一个 一个队友在战斗中牺牲 武装分子在他们的重火力下 损失惨重 于是只能撤退 另一边的将军正在组织人员 赶往边境线 双方也因此有了联系 但尤里得到的回复 却是只能在边境线迎接他们 谁都知道 只要他们到达了边境线都会安全 根本不需要接引 将军交给尤里的任务 他已经超额完成 并且还占领了要塞 再说要塞的周围是一片开阔地 还有雷区 他们是没有办法到达边境的 尤里只能冒险将美军军官交给将军 这样将军的上级就会同意营救他们 将军的儿子吉洪洛夫开出吉普车 假装叛变 武装分子在掩护他们撤离的同时 也派遣卡车跟随他们 吉洪洛夫知道武装分子不敢开枪 因为他们手上有美国人 但一架直升机却袭击了他们 吉普车被掀翻 一名队友当场身亡 美军军官趁机顺走了一把匕首 掩护他们撤离的吉洪洛夫听到惨叫声 上前一看 原来是美军军官用匕首将队友刺伤 队友决定自己留下掩护他们撤退 最终他被武装分子扔出的手雷 炸成了碎片 吉洪洛夫带着美军军官终于来到边境与附近会合 将军看到久违的儿子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另一边的武装分子已经损失了两个分队 头目立即又派了两队人马进攻要塞 越来越多的敌人让苏军渐渐吃不消 战斗中一个又一个队员倒在血泊中 此时的美军狙击手也加入了战斗 两名机关炮手被一一拘杀 然而将军呼叫了上级 他们手里俘虏了一名美军证明基地的存在 但对方不同意派遣空中支援 吉洪洛夫知道战友还在要塞里拼命 他得知没有支援以后 就要告别父亲去单独支援他们 但最终却被父亲拦下 要塞内的苏军几乎损失殆尽 尤里回到弹药库拿出火箭筒的时候 也被赶来的武装分子射杀 在他迷流之际 尤里发射了火箭筒 整个要塞火光充填 博德埃波要塞上映于2018年 是根据1985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苏联战俘暴动事件改变成 12人兑300人 本身就是胜利 虽然最后粉身碎骨了 但是彻底摧毁了要塞 救出了将军的儿子 看着儿子被救出 英雄被留下 将军心里也是无奈和伤心 这是没有命令的行动 到底如何收场呢 好在他们被历史铭记 他们都是英雄 这帮人注定是死 不光是自己人抛弃了他们 就连对方也会质疑他们死地 因为一旦这些苏联战俘逃出去 把这事捅出去 美国官方脸面也不好看 掏粉尽血英雄本色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 实施最艰难的工作 会重新发现另一个勇敢的自己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